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刻地揭露了旧社会封建礼教 对人性的摧残与对女性的迫害 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被誉为新乐剧的里程碑 1922年3月 袁雪芬出生在少兴盛州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盛州是中国乐剧的发源地 11岁那一年 因生活所迫 袁雪芬带着清白做人 认真唱戏的复训来到戏班 14岁时已成为引人注目的后期之秀 1937年11月 《冤魂》采用了新设计的服装和立体布景 公演室全场爆满 演出获得了成功 其后在场枪上 袁雪芬创造独具风格的扯调 湘飞的枯头 梁柱的枯灵 一缕麻的枯夫 成为袁雪芬经典的三枯 为袁派艺术的形成 打下了监视的基础 在中国三百多个地方剧众中 乐剧率先建立起 编、导、演、音、美综合艺术机制 替代了主要演员中心论 编导制的建立 为中国乐剧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为了争取乐剧更大的发展 保护乐剧姐妹们合法权益 1947年8月 袁雪芬亲自策划 并联合其他九位乐剧姐妹一演 山和烈 他们以进步文化为榜样 从关注与反映现实生活出发 同黑恶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地下党和进步力量的影响下 一批向往光明 揭露黑暗 反封建反压迫的剧目问世 袁雪芬是乐剧十姐妹的杰出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 袁雪芬与戏曲界知名人士一起 受邀参加首届政治协商会议 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在党的戏改政策指导下 袁雪芬参加了乐剧的第一个国家剧团 华东乐剧实验剧团的组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他们相继排演了梁山伯与驻英台 西乡记 《红楼梦》 晚年还积极推动了对剧种资料整理和理论研究 主持了乐剧艺术论 乐剧舞台美术 乐剧发展史等理论专注的编写 改革开放后 由袁雪芬担任评委会主任的上海白月兰戏剧奖 成为中国重要的戏剧奖之一 2003年12月 袁雪芬荣获文化部颁发的艺术终身成就奖 并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的政府特殊津贴 作为乐剧改革的先驱 在漫长的岁月里 袁雪芬渐行永远跟着党走的誓言 担惊截律为艺术的发展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直至生命的最后 私人虽是 心进火船 20世纪40年代 由袁雪芬倡导改革 并开启的新乐剧 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戏剧发展进程 在推动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实践中 他勇于探索的改革精神 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念念不忘的家乡情节 使他的名字 永远镌刻在 中国乐剧的历史封碑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